来,今天我们来准备煮沙包粥 沙包海鲜粥 准备这个 虾,准备虾 还有鱼 我们来煮沙包粥 先去煮粥 然后去洗 先放锅 煮沙包 我们才来放去沙包 好,我们放水洗干净先 洗到它干干净 11米的水 不要倒掉,拿去浇花 花粥会美美 洗好了,放水 煮沙包 烧猫已经无所谓 再可以 起 点缠 煮沙包 好,开电 烧一碳 要盖盖哦 再烧拌 好 好 等它煮 让它成为重 好 好 有点时间我们去 喝一下营养汤 现在是没有汉网 然后我来喝 来喝这个 NW 喝这个NW来补充营养 倒一杯水 然后放去 一汤匙这个NW 200克的水 然后我们倒一个NW 补充补充一下 里面有汤匙 里面有汤匙 我们来补充一下 一汤匙 一汤匙倒下去 一汤匙搅拌 一汤匙搅拌 好了可以热了 好喝 NW 好 等粥 我们就去煮沙包粥 好我们的粥煮好了 粥煮好了 然后我们放沙包 沙包放水 好我们准备姜 一点点蒜 好我们去拿水 放水 放水去沙包 放一碗水 放水去沙包 放一碗水 开锅 然后放上姜 跟刷 放上去 我们来走海鱼线 好 放上一点麻油 放一点麻油 我们等它滚先 来我们来清理虾 虾我们来清理 剪掉它的头 然后按一按它的大便 给它拿出来 虾的大便在头上 好 脚把它剪完 这个均均的 把它剪掉 一只虾就完成了 把虾头剪切 虾头剪切 按一按 它的大便把它清出来 然后脚把它剪掉 然后 尾巴的尺把它剪掉 然后拿一只叉 好 直接把它叉下去 把它的狭线拿上来 可以看到吗 虾线 嗯 虾线把它清 清理掉 虾线 虾线把它清洗掉 好了 一只虾美一美 好 然后我们鱼 把它切片 鱼把它切片 等下放下去 海鲜粥 就完成了 好 我们去看水盆了 然后我们放酱 等算 再放一点油 然后 然后 一汤匙八生酱 这味道就很香很香的 我们放上一汤匙八生酱 那放上八生酱 海鲜糟就 哇哩 那啥发生这样 等水不但我们把粥咬进去 好 我们再准备 冲 冲跟这个什么 原洗 来我们来准备冲跟原洗 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去 等下粥好的直接撒在上面 好 我们的虾清理好了 鱼肉也清理好了 哇好新鲜的鱼肉 这个是红尼 虾也好新鲜 这个虾是明虾 把我们的葱跟原洗也清理好了 我们来去炊它 好 我们把原洗跟葱去炊它 再备用 好 现在这个 把这个发生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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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葱菜再放一点下去 然后把这个纸粥 拿起来下去 再放 这就是还一线粥 放下去 又是这么简单 好 等它滚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好 让它滚先 好 所以要我们放上虾跟鱼 两分钟到三分钟 我们就放这个 好 就完成了 等它滚先 好 我们看滚了吗 好 它一定要滚了 好 我们放上一点 枸杞子 啊 放上一点枸杞子 好 再把它盖上来 好 多一个几分钟 我们就可以放 好 虾 跟鱼肉 我们先来调味 好 放上一点 酱青 蜜牛猩 来,我们放上一点酱青 放一汤匙 放一汤匙酱青 如果想吃辣的,可以放胡椒粉 我就没有放胡椒粉了 放点酱青 已经堵了 然后我们放上虾和鱼 把它盖起来 放一点空味 等下喷上 放点空味 等下好了,放上一点发酵酒 再加上葱 就完成了 好,两分钟过后就放上发酵酒 然后这个 葱 放上发酵酒 再放上葱 就完成了 我们再等它滚 把它拾一个时间 拾一个三分钟 等它滚了 我们就可以放发酵酒的葱花 来 来 我们的粥 好了 放上发酵酒 放上一点发酵酒 好了 没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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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好是讲三分钟 好 放上 冲发 好 没的 好 拍一扇粥 就完成了 哇 一扇粥 就完成了 拍一扇粥 完成了 好 慢火一分钟就好了 完成 耶 再见 快点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